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湾区聚焦 我是雨昊 今年5月 加州众议员Robert Bonta提出了AB22号提案 意在废除冷战时期开始的 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加州公职的法律 虽然在加州众议院勉强通过 但是该提案却遭遇了非常强烈的反对 以致邦塔在5月17号撤回了该提案 我们本期节目就来与您一同讨论AB22号提案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属于是新中国的作者辛浩年先生 你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张德辉先生 两位好 二位好 那首先呢 我们想请德辉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AB22号提案的提出 以及怎样撤回 它的内容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法案呢 是加州的众议员叫Robert Bonta 他本人是奥克兰的远区的众议员 他提出这个法案呢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要废除原来冷战时期制定的 就是加州的一个法律 当时是禁止共产党人在加州的各级政府部门 来从事公职 那这个法案他就认为呢 你冷战已经过去了 共产党已经不是危险 所以呢 可以让他们在美国工作 合法工作 当然他还说他还是保留了一条 就是说如果这些共产党还主张暴力推翻 这个美国政府 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那我们还是可以开除他的 那这样的一个法案出来之后呢 居然就在这个加州的众议院 微弱多数通过了 那如果通过之后 正常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会往参院送 然后参院如果再通过的话 就会这个去到州长那儿 州长大比一千 他就会变成法律 我实际上听说过这个 在众议院通过之后 我这个出了一身了 你听起来 真的这个变成法律之后 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以后是共产党人 会成为我们加州的中学老师 大学教师 他可以成为警察 他可以成为法官 所以呢 这个事情为什么出来之后 这个遭受到民众的这种反对 尤其是越南裔的美国人 那包括 还包括很多是二战老兵的 这个群体 你想这些二战老兵 他们在越战 在韩战的一个战场上 为了这个保护这个自由民主 跟共产主义的这个军队 鱼血分战 死了那么多人 然后现在这个 一个法案出来 等于就是在侮辱他们 对 那包括越南裔的这些 美国人 他们当初在越南的时候 就是受共产党迫害的 很多人为此坐牢 就跟中国没什么区别 然后跑到美国来 好嘛 这个低头部剑 抬头部剑 你共产党又跟我来了 还在这当官 所以这个事情 民众是很愤怒的 结果大家就反对 这里面呢 也有一些 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提出了 很鲜明的关键 像加州有一个 南加的众议员 叫Travis Allen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法案 是对所有加州人的 一个侮辱来的 共产党所提出来的 他们的价值观念 是整个跟美国的立国之本 立国精神 是完全背道而驰 那你说你让这些人 在这干嘛 意思就是 另外还有一根呢 加州的众议员 叫Randy Valpel 他是坚决反对 这个AB22 他是说呢 你现在 这什么意思 现在不产党国家 这事件上还有 他们现在就在摧残 他们自己的 本国的民众 像北韩 包括你中国政府 包括中国 他还说呢 他说就像中国 现在法轮功的修炼者 正在遭受 政府的迫害 围捕 甚至你们还 对他们搞活摘人体器官 杀人 活摘人体器官 卖钱 你说这样的政权 我们如果允许 这些共产党人 在加州合法 这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话 是不是等于 在支持这些共产党政府 所以后来这个法案呢 在大家的这种 强烈反对之下 后来这个Rober Bonta 他等于把这个法案撤了 他当时大概的意思 他是说 我听到这些老兵们 他的向我的这个陈述 我感受到 他们所遭受的这种痛苦 就是还有他们这种 精神上的这种 对 都是战争带来的 都是共产党带来的 对 对 精神上遭受的这种折磨 都是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所以我就把这个法案撤了 以后我也不会再提这个事 大概就是一个来龙去脉 对 那新教授您听了 德辉给我们的讲解之后 您对这个AB22号提案 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 那当然反对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深受共产党的迫害啊 共产党不仅迫害了我们 迫害了我们的上一代 现在还在继续迫害着中国大陆的人民 是吧 并且同时共产党还在美国进行全面的渗透 如果让共产党在美国做了关 那么中国共产党就等于对美国的渗透扩大了一百倍 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同时共产党的名义 在美国无法无天 那么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 美国的共产党也好 中国的共产党也好 都是共产党 所以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共产党的意愿 意志思想理论来执政的 那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把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美国 逐步的推向了共产主义世界 逐步的推向了所谓社会主义道路 逐步推向了一个所谓的无产级专政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那世界又要来第二次共产主义革命 不仅东方人遭过养 西方人从美国土地上更加遭殃 所以我坚决反对 那回过历史 您能给我们讲讲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对于共产主义 会像纳粹一样全面禁止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我也没有研究 但是我知道一些基本情况 因为国际共产主义组织 它不是一个国家的 它是国际的 年龄在1917年 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以后 它遭遇到了外面的反对 内部的反抗 特别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军队 对它的这个挑衅反攻 甚至于打得不可开交 完全有可能被打败的危险 它这个时候就想了一个点子 它要把原来存在过的两个共产国际 作为第三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建立起来 所以莫斯科就叫第三共产国际 1919年2月建立的 它建立了以后 立即就理出了一大堆的政策 东方政策西方政策 其中就包括对美国的政策 所以 共产国际理出的这些政策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就是 他们要在全世界发动世界革命 在全世界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 农民 劳动人民 反对本国的政府 反对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国家 对苏联的 这所谓的包围 所谓的围堵 以求的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能够减去外在的压力 以专门对付本国人民的反抗 它建立的目的就是这个 所以它同时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在东方国家 让这些曾经受到过资本主义 国家殖民痛苦的那些人民 起来反对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来支持它的革命 因为它的革命是要解放 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 它目的就是一种世界战略 而且是它世界战略的第一步 那么在这一步里面 它本来是要想对西边进攻的 它本来最开始建立的时候 第三国际的时候 它是要想欧洲的西部进攻 结果它失败了 它在德国的一个地区 建立了两次苏维埃国家 就德国的失败国家 两次都失败了 它发现西方它打不进去 所以它要打东方 这是它一个战略 它要向东方迁移 就是把这个思想清理 和文化清理转移到东方来 同时它又布局 它又布局了整个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共产主义 所以1919年的9月1日 美国的共产党就成立了 美国共产党一成立 立刻加入了列宁全力的 第三共产国籍 成为第三共产国籍的一个部分 并且在美国发展 虽然美国这个地方 是一个自由民等 作为它的圣旨的 这样一个追求的国家 可是毕竟还有一些人 受到了所谓社会主义思潮 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 因此在短短的几年内 他们就发展到了七万人 然后到了罗斯福当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罗斯福本人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就像今天的美国民主党 这种思想理念一样 他自己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所以他跟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革命 他对于俄国的所谓共产主义的专政 他有着天生的或者天然的同情之心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 在他思想上有支持之心 所以在罗斯福当任总统的时候 美国的将近七万的共产党员当中 有相当的数量的人 成了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是罗斯福把他们放进了政府工作 做了他的工作人员 做了工作人员之后呢 这些人一旦进入美国的政府机构 这些人就特别为共产国际所看中了 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于是就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愈加接近 美国共产党也愈加听从了第三共产国际的指挥和命令 那么这些人就不仅是作为美国的一个政党 共产主义政党 共产党的党员身份 进入了美国政府 而且他是作为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 进入了美国政府 而且作为亲苏联的 希望全美国也能变成苏联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 这样一批美国共产党人 进入了美国的政府机构 到了二战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次很大的发展 那好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呢 我们会继续为您分析 加州的众议员邦塔表示呢 说冷战之后 共产主义已经对美国不再构成威胁 那究竟是否共产主义还在威胁美国呢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那新教授 这个提案人邦塔众议员讲呢 说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 所以共产党对于美国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 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接着我刚才所讲的 也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抗战当中 罗斯福由于有亲共倾向 所以他就有亲苏的倾向 他给予苏联的支持 高达110亿美元 可以说从飞机大炮最先进的全部的支援的苏联 而给中国的支援只有4亿美元 而且加了种种的条件的限制 还包括在中国工作的美方人员的生活资料 这就是因为他 罗斯福本人亲共的结果 而这个亲共结果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造成原来在美国政府里面工作的共产党员 他们现在具有两种身份 一种是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 他在他权力力所能见的地方 努力的为共产主义 为苏联的思想 打开道路 为二战中偏袒苏联 反对蒋介石中华民国的抗战 打开道路 这非常糟糕的事情 是吧 另外一点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仅在抗战的过程当中 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很少 对苏联支持很多 而且在1943年的德赫兰军役 和1945年的亚尔达这个条约当中 美英苏三国秘密的出卖了中国 出卖了中华民国 为什么要出卖中华民国 有人讲是为了避免战争以后 才会出现很大的 这个实际上东方出现动乱 他所以要要求这个苏联 要派兵到东北 实际上他就是要让苏联在东北 占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房地 也就是进入中国 这是如果罗斯福不同意的话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仅仅是斯大林要求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是吧 所以让苏联出兵 其实在苏联出兵之前 日本已经打惨了 已经打垮了了 他非要等苏联出兵 造成一个借口 这就是亚尔达条约里面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在美国政府里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们 他们就开始为推倒中华民国 把中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把苏联所需要的国家 接近了冷时 做了很多坏事 尽管美国的赫尔利将军 和后来的魏德麦将军 两个人看穿了美国政府里面这些名堂 但是他们虽然奔走呼吁 一再地告诉罗斯福和后来的杜鲁门 他们全然不听他们的建议 仍然在过共内战 也就是共产党发动内战之后 不断地用调停的方式来帮助共产党 共产党打赢了 他们不调停 共产党一打输了 他们马上调停 可是国民政府遵守调停的法律 共产党根本不遵守 只要停战令一下 国民党不打的时候 共产党活不得下就打过来了 如此三番五伏的 当然这个战就没办法打了 何况共产党军队里面有苏联的军队 有日本的军队 有美国人支持的枪炮子弹 而支持老蒋的那些枪炮子弹 都是在太平洋战争当中 在欧洲战争当中 已经被损坏的枪炮 到了1947年 干脆连这个都不支援了 如果蒋介石不停战 美国一分钱支援都不给 但是对共产党 苏联和美国却不断地进行支持 苏联将美国支持 他们的110亿的武器装备 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东北全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很可怕的 是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知识分子们 在扩大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美国的共产党们在美国 可以说是大量地在 传播着共产主义的思想 所以在知识分子当中 以费真卿他们为代表的 就费bank 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 所谓知识分子 所谓这个精英分子 他们成立了太平洋协会 而太平洋协会 就是知识分子在舆论上 帮助美国共产党 在中国推翻中华民国 把中国变成一个红色的 苏联领导下的马列中国 这些东西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有大量的事实 现在被揭露出来 已经相当相当多了 而菲森金本人 一直到他临死以前 他才懊悔了 因为他考虑到 死后他可能会挨历史的责怪 和贞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最后写了一本书 就新的一本中国史 这本史里面 他说了一句话 中华民国的失败 或美国社区东亚 是我们的失败 是我们所造成的 我们造成的这个失败 使得中国进入了专制时代 那么我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 我才发现 如果中国是当年 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 没有我们美苏的外力的干预的话 让他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国 那么中华民国是会走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去的 这是他死前说的唯一的一句正确的话 您说是让国民党来领导 就是让中国国民党 就是中国国民党 对 那就说明一条什么 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 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或 亲共的 亲共的一些美国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里面 中华民国大使馆里面 他们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很多文件 而所谓这些文件 在蒋介石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延安的要动 这就是特务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 美国的共产党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美国人 不仅仅是一个共产国际的议员 而且他成了苏联的间谍 因为大家都知道 第三共产国际设计上就是 苏联各个部领导下的一个国际组织 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再回头来看 冷战结束以后 那么这是因为如此 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失败 造成美国的东亚地区的结束 权力的结束 影响的结束 对吧 造成美国的巨大损失 而四五年以后 美苏开始对抗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人 美国的议员们 美国的知识分子们 才出现了一个状况 他们认为 必须清洗或清理 二战当中 美国政府当中的 共产党员工作人员 并且列举了他们 大量的这些 逮捕的 法办的 坐牢的 甚至还有上电影的 卢森堡夫妇 最后是上了电影的 为什么 他要把美国的原子弹 偷给苏联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 麦卡錫主义 五十年代开始的时候 麦卡錫在 作为一个国会议员 他在美国的国会里面 不止一次的 指责罗斯福总统 和杜罗明总统 亲共的表现 亲疏的表现 和他们毁灭了 美国在东亚的派示 他们亲手将中华民国 送给了中国共产党 送给了苏联 所以这样一段 这样一段历史 我们今天回头想一想 如果今天 共产党员仍然的 重新进入美国政府工作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必然会重演 对 特别是 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 已经崩溃 今天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国家 就是马列中国 只有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他现在多数难知 那么如果他要维持自己 要巩固自己的政权 他必须要有一个 较好的国际环境 因为80年代到90年代初 东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 基本上是因为 外部环境的压力很大 内部人民的抗拒的力量也很大 在两个压力的压迫下 他垮台的 现在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反抗力量 越来越强 因此他必须要寻找一个 较好的国际环境 让他在不在国际环境的压力之下 去生成 去巩固自己的政权 同时不让国际的力量 能够跟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相结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就必须 从中国把中国作为根据地 继续地再度地 一而再再二三地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渗透 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在美国有人提出来 让共产党员继续进入 美国政府工作 那么这个建议如果通过了的话 那就等于迎合了中国共产党 要对付美国 甚至搞乱美国 最后让美国灭亡的一个思想的结合 这是非常可悲的 好 好 那我们稍时休息呢 马上回来 下一节呢 我们会为您继续讨论 在提案中呢 这个众议员邦塔有这样一段话 就是说 如果任何人参与 致力于推翻美国政府的暴力组织 就会被开除公职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共产党人和平参政的话 那就可以让他们在加州的政府中认公职 那么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法律到底正确吗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这个新的AB22号法案中呢 这个众议员邦塔提出说 一方面允许共产党员 在加州任公职 但是同时呢 又规定 如果任何人参与 致力于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社团 就会被开除公职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共产党人 不主张暴力和平的参政呢 那就被美国政府 就是加州政府所允许 那他们就可以在加州政府合法的工作 那辛先生 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 当然不对嘛 不但不对 而且非常不对 因为共产党只有两条 因为共产党对于今天世界上 特别是东方的一些国家人民来说 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很了解他 并不像一百年前八十年前 人们不了解他 对吧 现在我们都了解他 我们都经过他统治的 我们知道共产党只有两条 第一条欺骗 第二条杀人 屠杀 恍人家暴力 就恍人家暴力 是吧 他的理念 他的基本的理论基础 就是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 而且 在夺取政权以前 要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以后 同样要继续革命 也就是说 用暴力来夺取政权 同样用暴力来巩固政权 这是个基本东西 它不会变的 所以我就认为 这个说法 它错 不仅错 它错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哪里 如果有一天 共产党欺骗你说 它不会再搞暴力 它不会再搞暴力革命 它不会再搞阶级专政 那么你认为 它就可以做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可以做科长 处长 市长 州长 甚至于做总统 那我告诉你 它一上台以后 它会不会进行专政呢 因为它的革命的理论基础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斗争 阶级或革命 战争 对不对 它一定要针锋 它共产主义者的这个基本理论 去管理国家 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 它就不是共产党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它有一天真的掌握了美国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 或者整个美国的大权的时候 它已经是已经无产级专政了 我请问 你有什么办法推翻它 那没办法 你就没办法推翻它了 等于是你把一个对美国人民来说 极其危险的 这样一个黑洞 交给了共产党 然后共产党一旦掌权在手 美国人民只能在黑洞里被共产党 任它宰杀 吞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 这个危险是不能够冒的 这个的完全绝对不能够冒 如果谁要是这样说的话 第一 就是被共产党欺骗了 第二 就在欺骗美国人民 第三 是欺骗全世界 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民主警察就是美国 一旦民主警察变成了专制警察的时候 世界又要倒退了 是绝不允许的 希望美国人民能够警醒这一点 那您能给我们举一下 就是说 包括从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以及毛泽东 他们有没有这种 这方面的论述 就比方说 共产党员怎样去加入民主的 民主议会的制度 然后从中去瓦解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 最后夺取政权 有没有这样的言论 有啊 当然有了 从马克思开始就有 特别是恩格斯第二国际的时候 就是提出了 要借用资本主义的议会道路 就资本主义的议会 然后我们要通过活平的方法 进入这个资本主义的议会 然后在议会里 就争得权利 当我们得到权利以后 再来实行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 无产权专政 他们过去有这样实践过吗 实践 因为他不是实践过 他提出了这个 是他想修正原来讲 武装革命 夺取政权这个方法 因为对他来说 资本主义太强大了 他打不过他 他夺不了政权 他就采取利用资本主义 民主议会的方式 来先进议会 夺取权利 夺取权利以后 再走他们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实际上是一种 也是一种欺骗 是吧 他利用了民主 所以我真的想说明一个问题 有一个叫资本主义议会 其实这个说法 就是党文化的一个概念 因为世界上不存在资本主义议会 只存在民主议会 宪政民主的议会 我们共产党人制造了一套理论 共产党领导劳股大众 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颠覆资产阶级国家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他把他认为是 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 不对 他是推翻民主革命的成果 民主的共和国 宪政的共和国 资产阶级革命吗 实际上是 我先前面 资产阶级革命吗 这到今天为止 在西方国家 在美国才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 就是我们现在美国的总统 他是资产阶级 可他这一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是以美国劳动民众 或美国正在削弱下去的 萎缩下去的中产阶级 来参加这个总统拣选的 他并没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所有具有的资产阶级利益 或资本主义利益的类型 都不赞成他 这到今天还在反对他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吧 那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会继续讨论AB22号提案 共产党员加州任公职 以及共产主义 渗透美国社会的话题 感谢两位嘉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